属人的信心和属灵的信心 人的信心唯有成它为感官常识的信心 是你们根据无种感官判断的结果而运行的 它只会为你带来人的能力 不会产生神迹 要有神迹 你必须要有一个超自然的信心 一个属灵的信心 一个和神的信心一样的信心 请你们了解 神已经把祂的信心给了我们 我再重复一次 神已经把祂的信心给了我们 人们总是不停地问我说 哦 我知道神是无所不能的 我们只是需要有信心 需要很强很强的信心 人们总是被动地求着 祷告着也无奈着 但是他们却对神赐予给他们的信心 视而不见 现在你必须明白 如果你是一个重生的信徒 如果你相信我主耶稣基督 那么你所运用的能力 不是你的能力 你所拥有的信心 也不是你的信心 神已经把祂的信心给了你 你可以运用神的信心 并得到神的眼中 所能看到的同样的结果 感谢神 我们有可以用于这个世界的和神一样的信心 一样的能力 这就是神的信心 凭信心 神创造了一种天地 凭信心 祂完整地保存了这些创造 直到审判日的到来 神是一个凭信心形式的神 神是一个充满信心的神 而祂却把这一切 祂的本性 祂的信心 都赐给了我们 感谢神 你们一定要明白这个事实 现在 我要跟你们分享圣经上的经文 如果没有经文可以作证 那么 无论多么美好的 鼓舞人心的话语 都是谎言 都是空谈 以夫所说二章八到九节 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 借着信心 这不是出于自己 而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经文已经清清楚楚地写命 我们是靠着恩典 借着信心得救的 缺一不可 而这恩典和信心 全部都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 是神赐的 神的礼物 不是靠我们的好行为 好品德得来的 所以天底下 没有人能够因此而自夸 让我再重复一遍 人不是凭借着自己的能力而得救的 而是凭借着神所赐的恩典和信心 这两样都是属于神的 所以没有人可以自夸 神给了你他的信心 所以你才能相信救赎 如果没有这份神的信心 你根本无法得救 人的信心无法再感官常识的灵 与以外运作 因为人如果不能看到 听到 尝到 闻到 和摸到 他就无从判断 无从运用 他纳人的信心 属人的信心是天生的 人人都有 而属神的信心 却是在得救赎的时候 神赐的 信徒在重生之后 应该在追求神的过程中 多多运用神的信心 我曾经说过 当跟信徒解释 什么是信心的时候 不能说 是信心让你坐在一张 你没有坐过的椅子上 这样的解释是错误的 你运用的是你的感官判断 而不是信心 即使你没有坐过这张椅子 但是你曾经坐过别的椅子 你有椅子实用性的常识 然而 而且通过你的感官判断 你能够得出眼前这张椅子 坚固度的结论 你也相信椅子的主人 不会拿一张伪装的 坏掉的椅子让你坐 你的结论是建立在你所看见的 所能感觉的 这不是信心 因为一旦超出了你的感官范围 你就无法判断 无从相信 不认同我的说法 那么 我说 你周围到处都是 你看不见的隐形的椅子 你随便坐吧 立刻就坐下去 你坐不下去 你不确定 你犹豫 因为你无法做出超越你感官 范围的判断 通过看 听 闻 摸 和感觉 所得出的结论 不是信心 但是 当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相信那些 你的感官无从判断的事物 因此 神给了你 他的信心 一个不受感官限制的 超自然的信心 一个是 无便为有的信心 罗马书四章十七节 如经常所记 我已经立了你做万国的福 他所信的 是叫死人得生命 使无便为有的神 这里讲的神 和神的信心 神的信心 是叫死人得生命 使无便为有的 换句话说 神总是在 事情还未发生 没有证据 没有实质的时候 就已经认为 他成了 神的信心 不是无种感官的限制 相信我们所看不到的 无从判断的 因此 我们是依靠神的信心 而得救的 因为我们看不到救赎 也看不到我们 是如何从 魔鬼的掌权 魔鬼的国度被输出 进入到神的国度之内 我们更看不到 我们的罪 是如何被抹去的 我们的灵 是如何复活的 我们必须相信 那无种感官 所无从判断的 这也就是以夫所说 二章八到九节 所阐述的真理 所以 神的确把 他的信心给了我们 我们也的确 用在了得救树上了 那么 为何我们当中的 大多数 在得救之后 就停滞不前 根据经文所说 加拉太书三章 三节 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 你们既然靠着圣灵开始 现在还要靠着肉体成全吗 如果你已经得到了 神所赐给 他的信心 神所赐的 他的信心 如果你已经用在了 得救树之上 那么 自此之后 你怎能又回去 再依赖 你那肉体 属人的信心呢 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 我们 应该继续运用 神的信心 神使那 无便为永的信心 在这里 我要强调罗马书 十二章三节中所说的 罗马书十二章三节 凭着上帝给我的恩典 我要对你们各位说 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 过于所应当看到的 要有清醒的思想 因为神已经赐给 每个 一个信心的衡量 凭着上帝给我的恩典 我要对你们各位说 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 过于所应看到的 要有清醒的思想 因为神已经赐给每人 一个信心的衡量 保罗 要我们 要有一个清醒的 冷静的思想 因为神 只给了我们 一个信心的衡量 英文圣经里 写得很明确 一个信心的衡量 而不是 附属形式 不同信心的衡量 神赐给我们 每一个人的 是他的 超自然的信心 是同一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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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 有些人说 某人的信心多 某人的信心少 这是错误的说法 因为神的信心 只有一个 是同一个信心的衡量 而当我们 愿用神的信心 我们就会看到 圣灵 看到神迹 就会行出 耶稣所行的 如果没有改变 没有神迹 那么原因 一定出现在 你对信心的 御用上 因为 约翰一书五章四节 凡从神生的 就胜过世界 使我们胜过世界的 就是我们的信心 我们有的是 神的信心 是胜过世界的信心 这信心 能够让我们 解决所有的问题 平息所有的争斗 克服所有的困难 这信心 能够使我们 战胜疾病 战胜贫穷 战胜寂寞 悲观和忧郁 使我们在任何环境 任何情况下 都能够 取得胜利 因为这是神的信心 想知道 你是否在运用 神的信心吗 检验方法很简单 你行出耶稣所行的了吗 你行出早期 信约下信徒所行的了吗 如果没有 你就不是在运用 神的信心 对于重生的信徒来说 没有运用 并不代表你没有 撒旦用来对付 福音的一个 最有力的武器之一 就是 无知的假谦卑 我们从小就接受 做人要谦逊的教导 如果它能使我们 不目中无人 不狂妄 这是对的 但如果它是我们 谦逊的过了头 使我们到处说 并且心里也认同 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基督徒 我的信心不够 我知道我成不了什么大事 我是个没有信心的人 我就这样了 这就是大错特错了 知道吗 这和神说的不复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做 而且要做比这些更大的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这是耶稣亲口说过的 他说只要我们相信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只要我们相信 我们就能够做到他所做的 还要超越他所做的 因为他已经给了我们 一个信心的衡量 门徒们做到了 还在说 不行不行 不可能不可能吗 那么你就是在说 神是虚晃的 不是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你就勇敢承认 你是虚晃的 这不是谦卑 而是愚蠢 因为你口里宣告出来的 是和神的话语 截然相反的 神说你有信心 神说没有他的恩典和信心 你无法得救 所以你要相信 首先明白真理 然后相信并学会运用 神给我们的 和给使徒彼得 保罗 约翰等所有的人 包括基督耶稣 都是同样的 一个信心的衡量 而且彼得 在彼得后书里 也证明了这个真理 彼得后书一章一节 耶稣基督的仆人 和使徒 西门彼得 写信给那 靠着我们的上帝 和救助耶稣基督的义 得着和我们同样 宝贵信心的人 我们需要首先 明白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同样的 神的宝贵信心 然后我们才能讨论 大信和小信的问题 当耶稣说 你的信心真大 参考马太福音 十五章二十八节 或者 小信的人哪 马太福音十四章三十一节 他指的是 有些人完全释放出了 信心的大能 有些人 则释放出一点点 信心的能力 但是 我要你们清楚地了解 神赐给我们的信心 只有一个 都是一个信心的衡量 另外一个证明 出自于使徒保罗 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而是基督活在我里面 如今在肉身中活着的我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的 他爱我 为我设计 保罗是一个经历神 获得无数巨大胜命 活出有能力的生命的最好例子 他在圣灵的感动下 写出了三分之二新约圣经 他改变了整个 诸的人们 当他来到一个地方的时候 人们喊叫着说 这些扰乱天下的人 也到这里来了 参考使徒行传十七章六节 保罗也说过 我与主的联合 在所有的皇宫 和所有的地方 都得到了展现 参考菲利比书 一章 菲利比书一章十三节 这个成为神的炎和光的人 这个充满了神的荣耀的人 他认为 那在肉身中活着的自己 是为着信主耶稣而活的 保罗用的是神的信心 他信主的明白 他得到的是神的 同一个信心的衡量 你们当中的很多人 此刻会问 如果我有信心 如果我有神的信心 那么为何却丝毫没有成果 答案在雅各书第二章 雅各书二章十七节 如果只有信心 没有行为 这信心就是死的 即使你有神的信心 神的大能 即使耶稣基督活在你的里面 如果你没有行出来 你的信心就是死的 这也就是说 我们受撒旦蒙蔽的地方 撒旦通过教会 使人们相信 神迹只发生在 耶稣和早期使徒的时代 神已经再不允许 神迹的发生了 如果你根本都不相信 神迹会发生 你又如何运用信心 此外 撒旦还继续向信徒们灌输 我是罪人的思想 哦 主啊 我是有罪的 我是渺小的 我是不配的 试问一个终日抬不起头的 充满愧疚的 不停认罪的基督徒 如何能运用信心 不错 你曾经是有罪的 曾经是渺小的 曾经是不配的 但是那只是曾经 现在你已经得救了 重生了 是一个新造的人了 有了新的生命 你的外形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五官没有改变 思想没有改变 性格也没有改变 这也是你不能自夸的原因 但是你里面却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你的灵重生了 是一个跟圣灵结合在一起 和耶稣一模一样 全新的灵 改变之所以产生 是因为我们运用了神的信心 这就是我们要认清的事实 这就是我们要了解的真理 我们有了神的信心 第一步 我们要相信 我们有了神的信心 神的信心是来自于神的 是不是我人的感官限制的 是看不见 摸不着 感觉不到 判断不了的 神的信心的依据 就只有神的话语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我将会细细地和你们分享两个例子 一个是人的信心 而另一个是神的信心 让你们明白两者之间的区别 让你们了解 为什么一个耶稣说是小信 而另一个耶稣却深感惊奇 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 二十四到二十八节 礼拜日黄昏的时候 门徒聚在一起 因为怕犹太人 就把门户都关上 耶稣来了 站在他们中间 说愿你们平安 十二个门徒中 有一个称为双生子的多玛 耶稣来的时候 他没有和门徒在一起 其他的门徒对他说 我们已经见过主了 多玛对他们说 除非我亲眼看见他手上的钉痕 用我的指头探入那钉痕 又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旁 我绝不相信 过了八天 门徒又在屋子里 多玛也和他们在一起 门户都关上了 耶稣来了 站在他们中间说 愿你们平安 然后对多玛说 把你的指头放在这里 看看我的手吧 伸出你的手来 探探我的肋旁 不要不信 只要信 多玛对他说 我的主 我的神 这就是运用人的信心的 一个典型例子 多玛说 除非我亲眼看见 他手上的钉痕 用我的指头探入那钉痕 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旁 否则 我绝不相信 这和我们当中的 许多许多许多人 都是一样的 我们说 除非我们看见 听见 感觉到 否则我们无法相信 为什么无法相信 因为我们用的是 人的感官判断 我们不能相信 我们想象不到 感觉不到 看不到 听不到 判断不了的事物 然而 圣经里却说 耶稣更祝福那 看不见就相信的人 运用神的信心 而不依赖 感官判断的人 更得福 约翰福音二十章 二十九节 耶稣说 多玛 因为你看见我 你相信了 那些没有看见 并相信的人 是被祝福的 旨意们 我要你们明白 这就是我们当中的 大多数人 没有经历神迹的原因 我们祷告了 也渴望了 却运用着人的信心 当你说 神啊 请医治我 我相信你会医治我 然后你睁开眼睛 看看镜子 摸摸身体 感觉一下 还痛吗 还肿吗 体温还高吗 还不能动吗 你需要你的感官来验证 是否你真的得了医治 这就是你得不到医治的原因 因为当你的感官 得出了负面的结论 当你说 哦 我还没有好的时候 你的不幸 就扼杀了你的信心 甚至 在你的信心 还未启动之前 当你为你的家庭 祷告的时候 当你希望你的丈夫 妻子 亲人能够得救 希望你的孩子 能够感动的时候 在祷告完毕 你睁开眼睛 看到的家 还是那个家 你所祷告的人 还是那个死心不改的人 你说 哦 我的祷告 还没有实现 这时候 你的不幸 就扼杀了你的信心 甚至 在你的信心 还未启动之前 不要再以人的信心 判断了 神给了你 他的信心 请运用神的信心吧 神的信心 是以何为依据呢 如何验证呢 是神的话语 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 信心就是所盼望之事的实质 是未见之事的名证 值一本 当你运入神的信心的时候 你为某事祷告 然后以神的话语 作为依据 因为是神说的 所以我相信 即使我看不到 摸不到 我还是相信 即使我的感官 触境 环境 都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我依旧选择相信 因为神的信心 是那始无 变为有的信心 神的话语 就是事实 就是明证 当你为你的病痛祷告 即使祷告完毕 还痛 还肿 体温还高 还不能动 你仍然可以依据神的话语 选择相信 你已经得了医治 你可以说 我已经得了医治 因为神是这么承诺我的 知道吗 只要你坚持相信 只要你不动摇 你就真的可以 使你的身体得到医治 因为神的信心 是那始无变为有的信心 记得三十多年前 神刚呼召我 要全职事奉的时候 当时我完全没有经济来源 无法缴付房租 几乎要被赶出去了 一天晚上离睡前 我和我的妻子看到了一个异象 第二天一早 房东就会把我们赶走 或者变卖我们的所有 用来偿还所欠下的房租 但是我们没有动摇 没有绝望 虽然不知道原因 但是还是坚持相信神会供应 我当时生日 把手放在椅子上激动地宣告 神 我相信你会提供给我们的所需 你一定会 因为这是你的承诺 因此我命令这张椅子变成钱 随后我们就入睡了 没有不安也没有恐惧 神没有让椅子最终变成钱 这不是他最好的安排 我要说的是 当我的态度正确 选择相信不动摇的时候 神提供了 我们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我们需要经济上的帮助 但是那个晚上 有一个人却开了 一百多公里的车 在凌晨一点半 把我和我的妻子叫醒 这个曾极力反对我侍奉的人 这个曾说 我做的是天下最愚蠢的决定的人 神感动了他 在凌晨一点半 开车到我的家 给了我们他最后的一百五十美元 随后用开车离开 你们怎么认为都可以 但是对于我来说 这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 它的发生 是因为我们运用了神的信心 没有受客观环境的影响 没有考虑 催缴房租的最后通知 我们不认为我们失败了 走投无路了 因为我们始终抓住神的话语不放 神说 他会提供我们的一切所需 神说只要相信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神说 我们能够胜过这个世界 因为我们选择相信 神就会成就神迹的发生 我永远都会铭记在心 他通过一个完全不可能的渠道 提供了我们的所需 这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 神的信心 我再给你们举一个例子 一个建立在神的话语上的信心 一个连主耶稣基督都感到惊奇的信心 耶稣到了家摆农 有一个白夫长 前来恳求他 说 主啊 我的仆人瘫痪了 躺在家里非常痛苦 耶稣对他说 我去医治他 白夫长回答 主啊 要你倒设下来实在不敢当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仆人就避好了 我自己是在别人的犬下 我的仆人已经避好了 我自己是在别人的经讨 这次是一句话 我说 有些人 说 航空 我们 对 这个